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这一题 关于从禁止下落 和往上抛 迁止上抛的应用 那它是A和B在同一直线 那这个A自由的从禁止释放 自由落体 然后B是用初速V领向上丢 然后让它们在中间相遇 那第一小题问说 经过多久的时间会相遇呢 好那我们就是要算A的位移 和B的位移 然后把这两段的长度加起来 就会等于整段的长度H 整段的长度H 好那像这种题目呢 就是它给的符号 它给了H和V还有G 那我们答案就是要用这三个符号来表示 好那我们来算算看 那题目很好心的 帮我们写出的公式 如果是A球的位移的话 它向下的移动距离 就是距离就是这个位移的绝对值 那就是2分之1GT平方 好然后呢 S B球往上丢的位移的绝对值也是这样算 因为它是往上运动 所以我们往上为正 V0乘以T 然后加上 这时候往下的加速度要写负 所以变这样子 2分之1-T 然后负G 乘以T平方 好那这两个给它相加 那相加的结果我们就会发现 SA加SB就是H 可是呢 等号的右边这一项跟这一项会消掉 所以最后会得到 H就会等于 这两段的距离 相加 然后结果就会等于剩下的V0T 所以结果时间就是V0分之H 这个就是第一小题的答案 很简单的一个结果 那再来第二小题呢 它是问 那如果要在空中相遇的条件是什么 V0的条件为何 这个要做过才会比较知道 它的意思是这样 A 它掉下来 掉到相遇的时候 这时候 如果要让AB在空中相遇的话 那B必须要是 在落地之前 在落地之前相遇 这个画得不是很好 把它移过来一点 如果A掉下来 要在空中碰到B的话 那B它必须要在落地之前 跟A相遇 所以第二小题 它的 Mega 它的 诀窍在于说 在B落地之前 需要相遇 这样才算是在空中相遇 那B落地 B落地的另外一个隐含的意义就是 位移 SB要大于零 就是不能落地 就是在落地之前 落地之前就要相遇了 那落地之前就代表它位移还是正的 所以SB必须要大于零 那这个就是它的条件 那所以SB是刚刚这个 刚刚这个就是SB 所以我们就得到这个条件 叫V0T减掉 2分之1GT平方 必须要大于零 前面这一项就是所谓的SB 所以移项之后呢 V0T要大于2分之1GT平方 把T消掉变成V0要大于2分之1GT 好那题目其实并没有给T这个符号 对不对 题目只有给V0还有H还有G 所以我们这边的T必须要换掉 那凑巧在上一题第一小题 它们相遇的时间 其实就是V0分之H 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写 就是把这个 V0分之H带进来这个T里面 所以最后会变成 V0大于2分之1G 乘以V0分之H 那这里就出现又一个V0 这两个V0要合并 所以右边的 左边的都同乘以V0 就变成V0平方要大于2分之GT 所以第二小题的最终的答案就是 V0要大于2分之GT 就是这样子 这个要做过才会比较会算 谢谢